2023台灣燈會是國境解封後首場國際大型活動 規劃四大展區 一座主燈 六座副燈 範圍達168公頃 300件以上作品 以及串聯12個行政燈區 近期公布燈會標配物資 有企業支持 像是民眾要找現場的志工 只要認明這點就能快速找到 那我們這次的戰度非常特別 我們今天是希望呼應我們在環保上面的作為 因為氣候變遷是非常的嚴峻 而富邦集團呢 不管是台灣大哥大或是富邦金控 在這幾年一直持續的倡導ESG 那我們在2021年也推動了一個Round for Green的計畫 這個就是跟包含臺北馬拉松在內的馬拉松的賽事單位 一起來倡議的Round for Green分項綠色的計畫 我們會為跑滿40公里的一個跑者種下一棵樹 那這個部分呢特別是也很感謝台北市政府在馬拉松賽事的一個響應 以及燈結這個部分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次的燈結 就像他的市長所言 這次是國境解封以來的第一場的一個國際的賽事 那我也非常期望在街燈上面看到很多活潑的小兔子 而兔子的跳躍跟這個燈會的光明 其實就像我們共同推動的正向的力量一樣的一個呼應 今年的燈會是睽違了23年回到台北舉辦 也是台北開宣之後第一場大型的國際活動 回想23年前我才剛出生 開玩笑23年前我已經21歲了 那當23年後的今年我們再次舉辦台灣燈會 我想不只是台灣的驕傲也是台北的光榮 那其實我想這一次台灣燈會在台北舉辦 我們是用光源台北當一個主題 而且我們是用城市光榮的概念來打造這次的燈會 我們用各式的藝術燈飾來裝點這次整個台北城市的廊道 所以讓我們這個燈會能夠融入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那我們預期會有超過1000萬人次的到訪 而且會有210億的產值 所以非常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國內外的觀光客 一起來品味台北 那這一次我們燈會在台北 可以能夠順利的籌備以及接下來舉辦 我想很重要 我們有非常多的企業朋友來支持 結合了企業的力量 另外我也想提一點 也就是過去三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於台灣民眾的生活以及很多產業有了嚴重的衝擊 但是也因為有我們在地的企業 還有社會的力量 社會各界 大家共同的付出 才撐起了台灣的經濟 所以我想大家透過社會的參與 能夠讓台灣更好 這一點我們非常的感謝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很希望讓台灣燈會 是屬於每一位民眾的 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 讓世界看到台北 而且讓台北能夠創造無限的可能 昨天我也特別到交通局 聽取相關的預告 也特別請交通局在這一次 我們台灣燈會在台北舉辦 可能帶來的人潮進行相關的規劃 確保我們的人潮能夠安全的疏散 能夠大家愉快的來安全的回家 蔣萬安也身穿工作人員服裝 推廣燈會提供的周邊產品 藉由各方企業參與 整合資源與創意行銷台北 另外蔣萬安市長也在受訪時 提到近期被人質疑 人事上的低配與成會決定 他回應尊重各方意見 我想大家有好的建議我們都接受 其實至於成會的部分 我想我們之前也強調 經過第一週的試運行 我們也凝聚控制 絕對是以效率為最高的原則 以議題為導向 而且以解決問題為重要的目標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就是 會透過周一周四 成會以及午餐匯報的方式來進行 同樣的我想我們絕對會以最高的效率來進行相關施政的討論跟推動 那最重要的我們其實也都尊重每一個團隊都有不同運作模式 但重點是我們不要被行事主義所綁住 而是要有彈性要更有效率 因為我們經過第一週運行 我們覺得一個星期透過一個成會 一個午餐匯報的方式 目前運行是比較有效率 我想這個方面我們會先這樣子進行 然後我們也會針對不同的重點施政議題來討論 而最重要的是面對市民關係的議題要來解決 關於內科協會有拋出交通船的構想 蔣萬安也給予回應 其實內湖交通的問題 這是牽涉到整體的都市規劃 這關乎人民日常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實證重點 所以我在上任的第一週 就馬上親自到了內湖 實際去了解整個車流量的狀況 我也到了廷大道港前路段 去瞭解在尖峰時段路口整個塞車的情形 那昨天我們也特別請了交通局以及產發局 到內科去跟所有的相關企業 來了解聽取他們的建議 所以第一個 您剛提到這個水路運輸的部分 的確是有企業提出這樣的建議 但是這個部分也要考量到整個基隆河的水利 包括清淤 包括潮汐等等 根據過往的評估困難度是比較高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企業來討論 這次的燈會有周邊商品 例如兔爾登 光源兔 是由燈會官方網站購買 還有中央製作的小提燈 但是登記領取的方式都不一樣 講完回應這部分有聽到民眾反應 會請相關局處跟中央協調之後再說明 記者汪軍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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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